請問你的他呢 還想要讓你等多久 如果是曖昧關係呢 當然就是什麼時候在一起 那如果已經在一起就是什麼時候結婚啊 那如果已經關係停滯的話 就是什麼時候要把這種關係做一個解決呢 選擇你有感應你的牌卡呢 如果需要按下暫停鍵 請自己按下暫停哦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他呢 到底到底要讓你等多久呢 這個傢伙 來你抽到的是葉音哦 恭喜你啊 葉音代表愛無所不在哦 在漆黑的夜裡 你裡面葉音他會唱歌 可是他唱歌代表愛跟希望哦 所以不論你們的關係是如何 恭喜你啊 你要的關係很快就會有答案 因為你已經即將來 太陽很快要升起了 所以你所想要的關係 如果是曖昧要在一起 或是確定關係 或者是你跟他等待於久的答案 他會馬上來告訴你哦 因為你是如此的被愛哦 葉音的話代表的是 你將進入到一個新的一種層次 是一種光的連結哦 對沒有錯 葉音他存在於陰暗的黑暗 然後與陽光之間哦 所以你不用緊張 葉音呢他在唱歌的時候 也提醒太陽即將升起 所以愛跟繁榮是無所不在的 雖然看起來現在黑黑的 有一點空虛哦 可是黑暗中呢 沒有星星的夜晚 葉音他一直在傳遞的這個訊息 什麼樣的訊息 他在提醒你 他對你的愛還是存在的哦 恭喜你啊 相信明天的陽光就會更新了 所以你想要的答案呢 看起來好像空蕩蕩的 他還沒有給你承諾 可是即將充滿愛與豐富哦 光明很快就會發生了啦 所以呢 就是代表他即將會很快的 不會讓你等多久 就會告訴於你之間的答案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很現實的是 這個答案的結果是好還是壞 哈哈 因為答案也有可能告訴你 是一種 Time to say goodbye 就是結束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個葉音呢 雖然告訴你愛無所不在 他跟你之間的關係 他想要走向哪裡呢 聖杯石 所以恭喜你哦 這段關鍵他最後面給你的答案是聖杯石哦 聖杯石代表的是什麼 是一種愛情嘛 甚至一種關懷 也就代表他跟你之間的感情呢 真的就如同這個葉音般 非常的深刻哦 他想要把滿滿的十個設備給你 他覺得你是他人生中精神的一種啟蒙哦 他想要跟你開開心心歡歡樂樂的 因為你 讓他感覺到他的人生是一種完整 他對於你他非常的感恩哦 那也就代表情感的聯繫非常的重要哦 也就代表 如果可以他希望你融入他的家庭社團 甚至他的好朋友之中 如果可以還想要跟你生個小孩哦 所以合作的關係結盟的關係 他希望你對他勇敢的展現出 他你的情感 他也會展現出他對你的情感 就用一種交流跟支持哦 他會一直在你的背後去支撐著你 要讓你知道的是你們彼此是不孤單的哦 所以呢 這樣排起來代表 其實不論你們現在的關係如何 你們是正在一個平和跟幸福的狀態哦 所以沒有你想的那麼的緊張啦 好不好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把自己的心靜下來 用愛跟和諧去相處的話 其實你的歡樂跟喜悅跟滿足 都一直在你的身邊啊 你可以把這一些幸福分享給旁邊的人 你就會發現一切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好哦 全帳8 來跟這一個人相處呢 任何的困難 他都想要跟你好好的去做一個怎樣 做一個前進 然後希望一切都可以變得非常的好 如果可以的話 來旅行啊 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 新的事物的嘗試啊 一起學一些新的課程 都能讓你們的感情勇往直前哦 因為這一段感情 他希望的是積極而樂觀 如果很不幸的 你現在正陷於一個猶豫的話 他告訴你的是 這一個人必須要積極樂觀 你才能跟他好好的相處哦 記得 這個人你盡量不要把負面給他 好不好 因為他的人生中呢 他也有自己的一個計畫 可是他不想要收到任何的限制或是阻撓 他希望是自由的空間去發展哦 就代表如果你們今天一起合夥的話 他覺得你有你人生的課題 他有人生他的課題 你們可以一起的包容 一起的 一起的往前 可是相對於之下 也不能妨礙他想要去前進的一個目標 可是你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個目標之一哦 所以只要你夠開心的話 你一起跟他享受的這種 無拘束的朝目標前進哦 所以要記得哦 這個人是不可以哦 限制的哦 而且他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你要很 很迅速的去跟著他的步伐 我們剛才有說嘛 他要給你的消息會不會 他有沒有讓你等很久 沒有 他很快就會給你答案了 所以恭喜你 可是他不要的是束縛哦 因為只要有束縛這段關係 就沒有那麼的快速 所以也要小心 這一個人有點速食的感覺 所以你們的愛情可能 怕來的快去的快 所以你自己要hold住 不能有綁住對方的想法 那他有可能也會比較朝向 開放性的關係 可是還好他是真心的喜歡你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們已經可能要進入到更深的領域 那你就不用緊張 跟著他就是隨著他的腳步 勇往了之前 你們兩個人是選到正確的道路 而且會有很多新的一種經驗哦 所以呢 跟著這一個人只要開開心心的玩樂 來權障其事哦 所以這一個人呢 他無拘束之外 他充滿著非常的熱情 你們關係的發展會非常的順利 記得有自信一點好嗎 行動力快一點好嗎 只要積極努力 你不能優柔寡當跟停滯不前哦 因為他其實給你的答案就是 就是很快的答案了 你就不能再去做一個猶豫不決 不然他可能就走了哦 好不好 所以因為他有強烈的行動力 他也就跟你之間 有一種那種挑戰啊 喜歡的感覺 他想要跟你有重新一個旅程的展開 可是 不代表他毫無計劃 他有思考跟計劃的 然後我們剛才說權障八也是計劃 只是說他這個計劃 不是那麼強烈一定要照而做 是可以微調的 所以就代表他行動前 簡單的規劃可以 做一些變化也可以哦 因為權障其實有那種強烈的改變哦 所以我才會說 這一個人他是一種開放性的關係 如果呢 你跟不上他的腳步 或你有一點點的 呃 沒有辦法配合他 那他就直接就是 Time to say goodbye哦 所以這個人你要的答案 他很快會給你 可是你請你好好的記得 這一個答案哦 好好的迎接住 如果說你沒有好好的迎接 你miss了 你那個 可能 可能有一點恍實的話 那這種關係 就只能跟你說 很遺憾的 他就會先 離開囉 他是不會為你停留的人 所以 你如果要溫柔體貼的話 這一個人不是溫柔體貼的人 所以 他的心盤裡面會比較多 母羊座啊 射手座啊 雙子座啊 那種 呃 行動力非常快的 就是以自己的思想為中心 又就很快的走過去了 欸我剛才有提到射手座嗎 應該有吧 好反正就是 萬一他的心盤裡面 又帶有一點點的圖像 那他就會 很 確實的去實施他的計畫 就往前進了 好嗎 夜應就是告訴你 時間已經倒了 他很快很迅速的就要往前了 所以恭喜你抽到一個決定好牌啊 你要的答案 他不會讓你等太久很快就來 但你接得住嗎 如果你害怕接不到 或者是你還是有一些困惑啊 記得留言加訂閱 因為可以獲得20分我免費的賬譜一次喔 那記得一定要給我個讚啦 那如果是你害羞的話 記得可以換成數字賬譜兩題 就比較不用等待啦 因為私訊的人比較多嘛 那再來就是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逢年過節呢 我就會有那種限時的免費兌換 就是一題就可以解決你煩惱付出的問題 那還不趕快Follow起來對不對 Instagram或是Facebook 在等等你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好那你所想的 這一個人要給你等多久呢 這是第二組牌卡啦 看到了狼呢 喜歡狼的你 我看你們就是一個小白兔啦 你們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家騙啊 為什麼 因為這張牌代表 你所想的這個人會不會給你答案 答案是不會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人呢 他有點屬於比較拐彎抹角的人 為什麼我這麼說 來我們說狼呢 代表的是欺騙 而且是走彎路喔 所以他不會給你實質的一種 那一間很明顯的你要的一個正確的答案喔 所以他有一種那種拐彎抹角 要讓你搞不清楚喔 所以呢 這一個人就有欺騙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強烈啊 他似乎覺得他下一個是不是正確的選擇 正確的行動 他也不知道 他甚至老是做一些跟他人生中出乎意料相反的事情 我問你 他連他自己都搞不定了 他怎麼樣去兌現跟你的承諾 所以你會一直覺得你的感情好像被騙一樣 對沒有錯 他到底給你了多少的承諾 他到底有沒有兌現呢 他要你等多久呢 你已經等了多久呢 所以這一個人會兌現他的承諾嘛 他連他自己都在幹什麼 他都不知道他怎麼往你前進呢 對不對 所以啊 也就是代表你想要跟他共同上場的生活 那我只能告訴你很遺憾的 這一個人就是一個騙子 就是一個騙子 好不好 你如果說要跟他好好的享受 你可能會感受到的是失望 最後面才有可能有快樂 也就是代表你要知道 這一個人的承諾不會兌現 這一個人他其實在提醒於你 要你保持清醒喔 你現在可以擁有的一切就是暫時的 好 你只要單純的擁有他 現在給予你的一切就夠了 因為這一個人是不會兌現他的承諾 他的人生就是一直拐彎抹角 拐彎抹角 優柔寡 那怎麼可能有辦法回到正果實現你的願望呢 所以呢這一個人呢 相對於這樣 你跟這個人繼續下去 你願意相信他 還期待跟他之間有一個未來的結果 那你就是誤入歧途啦 好不好 浪子回頭 你趕快回頭 醒一醒來 來找香香打開你的天靈蓋好不好 那這一個人呢 他你自己回想一下 他很多的東西都是在欺騙你耶 所以你要不要清醒一點點 你跟這個人在一起 你自己回想 是不是他真的有一些細微末節的事情都在騙你 他就在跟你實施一個拖延戰術阿 如果你正在一個三角的關係 不可能 他就在騙你 他不可能放掉任何一個人 好嗎 所以呢 你就是活在一個詐騙裡 所以這一個人呢 他會不會給你關係 你要等多久 你可能等一輩子 你就等不到這一個承諾兌現 好嗎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想要跟你之間的關係結果 是怎麼樣 啊 我很遺憾的告訴你 可是因為欺騙牌太過於強烈 都會告訴你 這是一個騙子已經進入到了你們的生活了 好不好 你一定 你到時候跟這個人繼續在一起 你就是無限的失望 感受到無限的失敗跟失望 那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嘛 我想要問說你等多久 我也很希望給你時間阿 但這邊說你可能會感受到的是失望 甚至你也有點悖虞 失望之後你會感到快樂 來一個表見識逆味 你們的關係呢 有一種起死回生的能力 也就代表即使你 曾經有想要斷開這一個人 可是你會忍不住的 又跟他 又跟他恢復感情 因為他這一個欺騙人量還蠻強的 你可能還不自知 甚至你又被他重新的騙回來了 所以也就代表你跟他在一起的話 你那些難忘的痛苦 還是會重新 重複的發生 可是也要記得一件事 你似乎也有一種想要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的一個能量喔 也就是代表 你覺得你可以在這一個人身上 得到他的承諾兌現 可是你覺得真的可以嗎 他可能給你長一點甜頭 他並不持久 他可能稍微的就是答應你一下 他好像照著做一陣子 後來又沒了 因為他就是一個騙子啊 你怎麼會在一個騙子身上 找一個承諾呢 好不好 可是你好像也有一點點覺得 需要在這一個人身上 把這些所有的痛苦都拔除 你才會變得好一點 你們的課題就是在失敗中學習 那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人生中成長的話 你不想輸 那你就繼續下去 沒有關係 但你要知道 你們有關係如果要好的話 記得要重新開始喔 可是呢這一個人呢 真的又是欺騙牌 來聖杯 聖杯騎士 聖杯水蟲啊 他代表的是也是一種謊言滿片 然後他的承諾是並不會兌現 他對於他所說的事情他完全不負責 甚至他會用言語方面來操控你 用情緒崩潰啊 情緒勒索的來去創造一點點讓你陷入困頓喔 而且他是很會講一些dream 然後讓你相信 可是這些都是妄想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他老欺騙 因為他自己缺乏信心啊 他絕對有就是提出自己的想法 他才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是 有人要聽有人要理的 可是他卻是沒有真材實料的喔 所以跟這一個人在一起的話 相對於他對你的感情也是表面的敷衍 小心這一個人就是比較像是 感情上比較是玩玩遊戲的 甚至相對於他也很愛睡睡念 甚至他可能講一些話你也不喜歡聽 他這個人是非常不誠懇的 你看他這麼多的牌 他都不會兌現他的承諾 所以他要讓你等多久 他讓你等一輩子 你可能等不到等到下輩子 你還跟他無限的輪迴喔 你要這樣子嗎 因為寶劍石也代表有重生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無止盡的老是原諒他 你不可以就是相信他以後 他幾個甜言蜜語 就想說算了 我相信他會重新來過 我覺得你做夢喔 好不好 原諒我說的比較明確 這一個人就是沒有要負責 他所說的承諾都不會兌現 可是不代表他不說 他很會說 好不好 先你們驗證一下 是不是他很會說 他如果跟你的關係 他就來自於一個衝動 戰車牌啦 也就代表他其實想要跟你開開心心的 今日是今日必 今天開心今天爽就好了 身體運動 床上運動 來一下就夠囉 因為戰車牌代表的是性氣的結合 所以他對於你身上 他願意騙你的是哪裡 他騙的就是跟你之間的一種 性能量啊 那相對於之下 不是說他不喜歡你 他喜歡你 那因為他內心非常的脆弱 所以他才要用很多的謊言去編織 來形成自己的盔甲 去保護自己喔 那我不知道他原生家庭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不探討了 總而言之這一個人就是 習慣性呢 就是 愛得很衝動 感覺有堅強的外表 然後很多的 胡言亂語啊 就是承諾啦 你們覺得可能是承諾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胡言亂語啊 沒有辦法兌現 可是你們卻是相信喔 他內心有很多的衝動 他被壓抑了 可是其實他想要彰顯的是自己的能力 他想要下退那一些看不起他的人 可是他人生中的背後 他是就是要守護 他自己內心的堅強 如果你就是聖母瑪利亞 因為我的頻道太多聖母瑪利亞了 你想要呵護他 也可以 那你要知道他欺騙我謊言的背後 是他要保護自己 所以他會犧牲你喔 如果你覺得你非常的大愛 你願意犧牲自己 然後去讓他開開心心的 那你就勇往之前吧 因為這一個人相對於 除了你以外 他也不見得說會去亂騙別人 他今天會騙你 其實他蠻想要留住你的 可是他自己內心承諾太害怕受傷 所以他沒有辦法 兌現給予你說的那一個日子 所以這個人會讓你等超級超級超級久的 可是呢 你會有一度的狀態會覺得 欸 你似乎好像已經 他好像有兌現他的承諾 可是只有一下子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永續經營喔 因為他會突然間又動不動 可能給了你之後忽冷忽熱的 又龜縮了 然後又對你好一下 又龜縮了 所以他就是一個有病的人 可是相對於之下 不知道他的內心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你可憐他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來透過於 占卜了解一個人的個性 然後如果你理解他的話 你就不會患得患失 你就可以選擇 如何跟他做一個應對 對吧 所以這是占卜的意義喔 好啦 這些牌卡呢 就是留給你喔 如果一樣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或者是你不知道怎麼跟他應對的話 又有符合的話 記得留言加訂閱可以獲得 20分鐘免費的占卜一次喔 如果你害羞的話可以換成兩題 數字占卜 然後文字回覆 那如果說你已經兌換了 又有很多的煩惱 又有經濟困難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我只要逢你過節 一定會有免費占卜 張張有獎 然後一定會兌換 那就是 一張牌卡就可以解決你 發生在復出的問題的話 那你為什麼還要躲在棉被裡 偷偷的哭泣呢 趕快Follow起來吧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第三組牌卡呢 請問你說想要那個人 要讓你等待多久呢 好 你抽到的是蜂鳥喔 那我們說蜂鳥代表的是什麼 它是很輕很輕 然後它都怎樣 它都在花蟲草蟲裡面中徘徊喔 所以你手想要這個人選擇特別的多 除了你以外 它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但你不用緊張 來 Be here now 也就代表現在就是在這裡 蜂鳥的翅膀這麼的快 代表它深刻的怎樣 它在花朵裡面靜靜的盤旋喔 雖然它的選擇很多 可是必須要說是 它會很快的去承諾於你的對線 或者是它已經覺得 它已經兌現了 你跟之間的感情啊 因為它覺得生命的美麗跟甜蜜 就存在於永恆的當下喔 所以它現在已經成為了 它想成為的人 也成為了你想成為的人啊 所以就是代表它現在給你的擁有 已經是它認為它現在已經兌現了 所以會不會是你要的更多呢 這一邊它已經說它已經給你了 它所有的能量呢 已經在你面前呢 已經所有的花朵都給你囉 它跟你現在的環境處在於就是花朵 所以你說要讓你等多久 它覺得它已經給你了 那你回想一下 是不是你太過於彈心 你要的更多呢 很遺憾的我這個牌要這麼說 那也許你覺得真的不夠沒有對線 那只能說它覺得它能給你的就這樣了 最多就這樣了 它已經把它生命中 所有的最美的花都獻給你了 它停留在這裡 懂嗎 它選擇很多 可是它最終它選擇的是你 因為它已經正在你這裡囉 所以就是代表 它呢 要傳達的精神是 它已經沒有要去找更好的東西 因為你就是它最更好 最渴望的一切了 它覺得它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獻於給你 雖然你很遲遲覺得它做的不多 它很安靜 可是它會無條件的愛你 你要知道你需要的話 它都會提供你幫助 你回想一下 你要什麼無力取鬧的時候 它會不會滿足你 會 因為它能給你的就已經都給你了 如果你再多 就可能要貪心 所以就是它要讓你等多久 它覺得它已經兌現了 所以不論你們現在是什麼樣的關係 它能給你的 就是這麼多囉 所以有三角關係的 或開放性的關係 你就要知道喔 它跟你的關係只能停留在這裡喔 好嗎 因為它已經兌現了 它覺得它可以給你的 所以你不要再對這個有更多的期望 當然 如果你們是戀愛關係的話 你就不用緊張 相對之下 它已經覺得它把它最好的奉獻給你了 好不好 所以你正在一個很愉悅的愛情當中 開心的花朵 像我浪漫情緒一樣 所以錢幣八就正位啦 所以錢幣八就正位啦 錢幣八就像工作牌一樣 你此時正在這裡啊 所以它跟你的關係是一個 今年一種朝九晚五 然後更好好的面對你啊 它甚至很專心的為你們的基礎做一個準備 它甚至非常的敬業 把它最好的東西都給你了 好 也許你們兩個之間的進步 是一種緩慢而扎實 不是那種什麼浪漫啊 什麼 因為它想要給你的是一種 腳踏實地的感覺喔 那我們說錢幣八可以說是一個 認真念書的 原生 也可以說是一個 用心工作的一個人喔 那他心靈手巧 相對於之下 他們可能不是天才 可是他們喜歡就是那種默默的付出喔 在愛情上呢 它對於你的感情呢 並非是猛烈的追求 而是細心的經營喔 也就會代表 相對於之下 它可能為了要滿足於你 很多的其他的物質的條件 它可能對於你的那種浪漫程度會少一點點 可是你不用緊張啊 這邊看起來是 已經在於它能夠給你的人生中 最完美的 的一個狀態了喔 好嗎 來 全杖三 就是你們之間 它一直在為你們的生活去做一個改變 那如果說你想要更好 其實它已經準備好了啦 如果你們兩個人之間可以的話 全杖三整位 它會想要給你一個不同的人生啊 它有在為它的人生 跟你的未來去做一個遠遠的眺望 所以呢 它甚至很努力的在尋求一種全杖的資源喔 它很期待你們的未來會怎樣 可是未來現在是不可預知的 它覺得需要靠一點點的天意喔 它覺得未來還是要去探索的 所以它現在能給你了 它都把最好的給你了喔 可是如果你想要跟它共創更好的未來 那齊心協力 它覺得大家有共同的目標是可以的 你們兩個人一定會成功的 所以你可以大膽的說出你所想要的看法 那相對於之下它是會想要滿足你的喔 因為審判牌正位啦 所以恭喜你抽到了大牌正位 又抽到了瘋鳥 我覺得此時此刻你就是它人生中 想要邁進下一步階段的人啊 只是差別於在 它現在跟你就已經在這個階段上面了 那感情總是會有一些考驗 思考要不要分手 審判牌代表的是 會把過去的能量一次的講清楚 那也就是代表什麼 你過去的表現跟它過去的表現累積下來 覺得這段關係需要改變的時候 它才會改變喔 可是你完全不用緊張 因為我從一開始就說 它已經把它最好給你 只是它還是會有說 希望我們的未來更好 只是它會慢慢的 它比較務實的慢慢的來 可是它最後面會想要跟你走到一個審判 就會代表它將會跟你進入到一個更好的關係 不論是結婚啊 或者是你們的努力都會開發結果 想復合也可以啊 它會宣布你們之間的來往的 所以你不用緊張 這一段關係也就是代表 不論過去的種種已經死了 相對之下你們會重新的怎樣 透過行思跟回顧 也就代表你們的回憶如果都是好的 你的付出將會有機會得到一個獎賞喔 那即使你覺得你有一些冤屈啊 都有機會可以得到一個平反 就代表你們兩個之間有很明確的因果 業力的關係 所以你們的關係會非常好 而且走向一個正向 而且它現在已經把它所有最好的給你了 所以你不用緊張好嗎 所以你要說讓你等多久 你已經正在它的回應當中了不是嗎 那如果你們是關係斷連 你們現在狀態是沒有任何的關係的話 那必須得說你活在它的心裡 審判牌代表是表現不佳 終究會被get out出局 因為它會想要跟你之間會有新的開始 它會埋首於自己的工作中喔 所以這一個是否斷連的人喔 因為我們今天的牌卡比較大能量 是屬於那個還在關係中的人呢 好啦 那就是有一點點的不同了 那喜歡我的牌卡就給我讚 如果說你這些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你的疑惑的話 記得留言加訂閱 可以獲得一次免費的展博喔 如果你害羞的話 就是有可能你有沒有辦法面對我的話呢 你就可以換成數字 數字占卜文字回覆兩題喔 那如果說呢 你呢 就是有經濟困難啊 或者是還是覺得只是簡單的問題 就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呢 相對之下呢 我不近期的都會有一些免費的占卜兌換 張張有講 就怕你呢 把煩惱一直放在心裡 還不趕快拿出來一張牌卡 就能解決你的問題呢 是不是 世界沒有那麼難 難的是於你不給自己機會喔 那我們下次占卜見喔 掰掰